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整体的架构 我们面对的最直接的用户 最终的用户就是站内的算法工程师 他们能够看到的是由AML同学开发的机器学习训练平台 叫Recon 然后这个平台的底层会调用基于TensorFlow深度定制的训练架构 我们叫Nobert 还有普攻英美洲报 拉格朗日这些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会托管在我们的这个Premise 皮肉一体训练框架当中 然后Premise主要承担的任务有两个 一个是计算资源的调度 一个是数据资源的调度 那计算资源的调度呢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我们接收到的来自Nobert 它的任务就是 我需要多少多少台机器 然后每台机器分别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机器的内存的CPU是多少 然后等等之类的一些请求 然后比如说它是要刚性的调度起来 或者是有多少机器给我多少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些策略 然后我们会这个编排这些策略 向Yang或者是Cobernetist发起请求 来管理这些机器 然后让executor的不同的角色 去跟AM进行协作完成这一次的训练 然后呢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数据的调度 那数据调度这方面来自Nobert的命令就是 我要训练从这一天 从2020年到2022年的所有的数据 那么它来自哪个路径下面的数据员 比如说它是HDFS的 或者是卡卡的数据员 或者是我们基于 iceberg深度定制的feature stock的数据员 对 然后为了让这个整个的premise更稳定 然后的运行起来 我们还做了一些像premise doctor 这个诊断系统 还有premise history server 这个历史页面的浏览系统 以及premise inside的数据洞察系统 还有premise monitor监控系统 这些周边的系统 还有对于数据来说 我们定制了premise IO 或者premise blow 这些深度定制的数据编排系统 那么对 在这样一个架构下 premise目前已经承担的业务量是 每天大概有15000多个作业 然后CPU是500万核心 CPU100万核心 然后我们平均的单任务训练量数据量 能够达到500PB 最高的话会达到24个PB 然后覆盖的业务 像离线的P式训练的话 会覆盖推广所有的 基本上全部的场景 然后流式训练的话 主要是覆盖一些抖音的广告直播 还有推荐的金牌这些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再介绍一下 这个premise是如何 一步一步演进到 支撑了如此之多的业务的 那我们首先从这个架构的2.0开始 我们之所以会挑拨1.0这个架构 是因为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的一个架构了 2.0这个架构是19年开始改进 然后到20年开始投入使用 在1.0那个架构的时候 最重要的问题是 所有的任务都会统一地在 一个服务器当中去进行轮循的调度 然后同时呢那个1.0的架构任务是静态的 也就是说任务一旦提交上去 它的executor还有它的数据 都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 那么到2.0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就是在这个每个premiseAPP上 增加了API Server这样的一个通讯的机制 那它可以支持外部的一些 像Nova或者之类的 这个指令系统来 给我们一些新的指令实现 当他们的这个任务的拓谱修改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引入了多角色的概念 之前是PS就是那个参数更新系统 Primatur Server 它是在这个一个独立于premiseAPP的上面执行的 那用户需要 如果提一个训练任务的话 他需要申请一个premise的任务 还要申请一个参数更新系统那边的资源 然后到2.0的时候呢 用户就只需要申请一个premiseAPP的任务 我们就可以帮他把这些事情做好 然后这是2.0的架构 我们拥有了这个多角色 实时修改拓谱弹性调度的这样的功能 然后同时这个也是依托于 样和样的这个资源调度系统 以及整个海度和HDFS的卡布卡这个数据系统 那么在这个资源上 我们从2020年到2022年 实现了CPU150万核心到400万核心的这个突破 那么在2022年之后 随着这个业务的不断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的业务会使用这个 线上的业务会使用这个Cubernetes 然后也是为了 因为我们上一个架构的话 它的理线调度和数据调度是统一在 premiseAM上面去进行的 所以也为了防止这两个之间的互相影响 然后我们进一步做了捷偶 将整个的资源调度交托于这个Cubernetes的 Cubernetes的APS Server去执行 然后我们会专门去做一个Cubernetes Operator 来监控整个的CRD 然后以及这个资源的运行 然后另外呢 对于CP的调度 我们会专门做一个premiseIO 来支持整个数据的进入 然后目前的话呢 已经是大部分的资源都迁移到了这个3.0的架构上 然后后面在这个P6一体的这个实践当中 也主要是依托于3.0的架构去介绍 然后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在这个3.0这个调度系统的架构上 我们如何去完成P6一体这个 实践业务场景上的数据调度 好 那么使用P6一体的一些场景 比较常见的是 比较常见的是像P数转流式的训练 就是这个是目前我们一个 非常常用的一个P6一体的使用场景 就是我用很多一些离线的数据先训练 然后训练到当前时间 再把它转成流式的数据接着训练为了获取流式数据可以及时反馈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呢是到了流式追星阶段之后 仍然定期的会加入一些P式的数据去进行补充 然后这个是为了 因为模型在越训练越训练 会越更加靠近于当前的这个数据的一些趋势 所以可能会遗忘之前的 它之前做过的一些事 然后所以我们定期的去回放 昨天同一时间发生的事 去唤醒一些记忆 去缓解它这个灾难遗忘的问题来提升训练效果 这个我们称之为MFTC 就Multi-Flight Training Control 然后还有一些多流训练 混合训练的场景 并且每一个流也是像刚才一样 会有delay的这种控制的情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业务场景下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着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去编排这样的数据员的规则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编排好了这些规则之后 我们怎么样高效地将这些数据 load进training进行训练 然后我们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慢节点和这个数据的rebalance 因为进入了流适数据阶段 我们需要保障这个数据训练的实时性 那么如果出现慢节点 或者数据分布不均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处理 第四是我们把这个整个系统 做得差不多了之后 怎么样给用户去展示 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发生的事情 让用户能够更清楚明白地知道 我的数据有没有在训练啊 训练到怎么样了 然后我训练了多少 等等这些数据可解释性和准确性的问题 好那么有了这些问题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攻克 第一个问题是多数据员的编排 那么在基本的实现这部分呢 我们的多数据员是使用了这个premise CRD 定义了premise data CRD 然后这个CRD里面呢 会定义两个不同的data stream 这个有离线的这个data stream 和流适的data stream 然后premise AM呢 会收集到这些信息 然后根据这个 根据这些定义去将这个 离线的这些数据 把它们分发 把它们 Split开 把它们Split开来 变成一个一个的单个的文件的任务 然后会有一些进行 会有一些group by和shaffle的操作 然后排序好之后 分给这个每个不同的executor 去做训练 那executor收到了这个训练的消息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文件 然后直接从文件里面读 然后为给trainer去做训练 然后并且呢 它要定期的去回馈这个训练的进度 给到AM 然后以便AM统一整个训练进度 定期的持久化到HDFS上 然后使得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fue over的操作 那么我们知道 当这个P式的数据源 它可能会有多个 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排列呢 我们支持了这个group by和shaffle的功能 像广告这种业务 它天然地就需要各种不同的APP 上面的数据去进行 去统一地进行训练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业务A 业务B业务C 但是它的数据是分开的 然后它会按时间段每个去分开 那么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 不同业务的同一个时间段的数据源 要保障在一起去做训练 这样去防止特征穿越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们首先会根据这个 时间戳进行group by 也就是这个T0的数据会被首先消费 然后再是T1的 然后再是T2的 然后同样为了避免同一个executor 它一直在训练同一个业务的数据 而造成的这种业务数据过拟合的情况 我们在这个一个时间段内可以进行shaffle 就将不同的业务然后打伞 分给不同的executor去训练 然后保障整个训练的这个随机性 就是我们多数据 多批式混合的时候的group by shaffle的功能 那么来到流逝的阶段的话 主要的功能 主要的变化是需要去做一个批式到流逝的这个时间的控制 也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AM会承担这个通发控制器的功能 它会去cafcast streaming里面去拿到当前已经消费的最高的这个time step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流逝 批式数据会要delay24个小时 所以它会计算说当前这个时间有哪些数据是可以分发的 有哪些数据是不可分发的 只有到可分发的时候 并且这个数据员也是ready的两种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才会将这一部分的数据分发出去进行训练 然后到了下一个时间车的时候再去分发下一个可以分发的离线的离线数据 那这个多批式和流逝的混合 那么流逝和流逝的混合跟刚才那个基本一致 那不同点的是流逝的话需要去控制另外一个cafcast topic 它的time step 如果发现我当前的time step消费的有点靠前了 那我就让它休息一阵子 然后等到这个比较实时的这个数据消费的差不多赶上进度了 再让后面需要delay的这个数据接着往前走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是我们多个数据员的编排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把这些数据员编排好了之后 分给了executor去做训练 那么executor怎么样把这些数据读进来 高效地load到这个training里面去做训练 我们一开始使用的呢 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匿名管道的形式 也就是premise启动的这个executor 去读数据是一个进程 然后训练的时候是另外一个进程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进行的这个数据通信 就是用了匿名管道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呢 是它会有这种跨进程的IPC开销 还有这个producer之间锁的竞争 会有一些用户态的内核态的 然后内核态的用户态拷位 来费拷位的问题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引入了share memory的机制 去管理两个不同的进程 那么这个share memory呢 同时它也有一些大小的限制 并且它必须是buffer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会带来这个 也就是一直会有这个error的序列化 预管序列化的开销 那么为了减少这部分开销呢 我们又引入了jni的机制 就是完全由这个trainer去调用这个jni的lib 然后去减少这部分的开销 不过这个还是会有jvm的开销 和cpu利用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终就把它进化成 这个纯native的模式 也就是我们完全地去掉了 在execute当中jvm的存在 然后直接完全使用cdx来实现数据的读入 像这个snappy数据的读入 还有zstd等等数据格式的读入 然后包括整个的execute的运转流程 都由ci加来实现 然后实现了纯native化的这个data loading 那整个这个实现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的tune2还有这个cpu利用率 都有不同倍数的提升 然后业务方反馈的实际上 我们每天的成分节约 大概有1.3万每天 3.1万每天 那么解决了这个多数据编排的问题 还有data loading的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第三个问题还记得吗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慢节点 还有数据rebalance的问题 那么就像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项目的过程当中 然后有一些同学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然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产出会减慢 那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呢 是让同项目的其他同学来帮助他尽快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于是我们就引入了这个out-out shuffle的机制 那也是像对应到这个execute的这个task上 我们将这个task分成source task和shuffle task 然后对于这个source task 它的任务呢是从卡卡里面某一个或者某几个partition 去读取数据 然后辨别这个数据是可以进行本地训练的 或者是本地训练来不及了 那我需要及时地shuffle到其他的execute上去训练 那么对于一个其他的execute的shuffle task来说 他会接收来自于他的小伙伴的shuffle的数据 然后并且交给这个sailer去训练 这个是这个训练 这个是out-out shuffle task的数据流转的流程 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这个source task如何判断 当前的这一条数据是应该交由本地训练 还是交由外部去训练 那如果说本地训练已经很赶很赶很赶了 那我就应该把这个数据再shuffle出去 并且我不应该接收来自其他execute的这个数据请求 对所以或者是说如果我当前很闲 那我就应该多去其他的这个shuffle里面去接收新的任务 然后来尽可能地填好我自己的这个sailer 那么于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做了一个静态的限速的 静态的限速的这样一个算子 对 然后但是这个静态它没有办法解决的是慢节点的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节点它的速度比当前这个限速要慢很多的话 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反馈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静态的这个反馈机制 变成了一个动态限速的这个task 然后加入了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的这个实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当这个左边的这个是遇到单机消费 就是遇到慢节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biz组它的这个lag是平地起高楼 一顿往上抖 然后呢到了ESP组的话 它可以很好地适应这种慢节点的情况 能够及时地把数据分发给其他有空闲的executor来做 然后像这种需要数据rebalance的情况 也就是一个partation它的数据非常多的时候 那么biz组的话是 这个其实起来的这个速度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biz组这个追的速度 要比起来的要慢很多 然后ESP的话就会比这个起来的速度快 大概是四倍的样子 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动态限速呢 我们也帮将它就是演进升级为这种source task和shuffle task优先级的机制 然后同时呢将这种优先级呢 也进一步地扩充到整个netasource的批示和流式数据的优先级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所解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是多数据员的统一编排 这个在关注的点呢 是我将多个数据员统一到同一个app里面去训练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autor ao差慢节点的问题 这个呢是去实现了executor和executor之间的协同工作 那我们将关注点从app进入到app里面的executor之间的协同工作 那么我们最后呢 又将这个优先级的机制进展到了整个executor内不同的数据员 那就是整个的这个关注力度从app到app里面的executor到executor里面的不同的数据员 这样的一个从大到小更精细的一个关注的进程 然后同时呢也是能够实现更灵活的数据编排 那么我们做了大概这样一个系统之后 对于用户来说 它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底 比如说我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在认认真真的训练 你到底给我训练了多少数据 是吧 所以呢我们最终就为了 为了让用户更直观地看到它的训练的成果 训练的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那我们做了这个premise inside数据洞察系统 这个实现的原理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从这个premiseexecutor消费的时候 跟AM在Hardby的时候上报这个消费的信息 然后同时用AM统一挥总起来 给这个下游Papaka消息 当刻到代识报图上去展示理线看法 或者说我们正在做的这个premiseweb UI的实施展示 和这个Recon平台的全链路的实施展示 最终就是要做到这个全链路平台化的一个 实施的展示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目前是这个dashboard上面的展示 这个里面 这个上面的这个图呢 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每一个这个训练任务当中 每一个datasource 它所有的时间点上 每一天训练的数据量 然后呢我还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任务它读入了多少数据 图给trainer图出了多少数据 然后并且它因为这个checkpoint 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丢掉了多少数据 这些我都是可以知道的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做了这种 纯native的data loading的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将整个这个样本的解析 从trainer下推到我们的这个premise当中去进行 那么在premise当中可以获得样本的时间 那我也可以根据这个样本的时间 去给它列出一个不同样本时间的数据量的表格 对 这个是整个我们可以看到 用户这一次的训练当中 完成了多少训练任务 OK 那么我们刚才的第三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那么在第四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数据预处理的时候 也就是在训练之前 那么对于一个算法工程师来说 他可能没有很明确地知道 我当前的这个 我很明确地知道 我当前的这个样本或者特征 应该怎么样处理是更好的 所以他需要一些快速试错的机制 那比如说在之前的这种 传统的方式里面 这是三天的例子 那如果我要训练三个月或者一年的数据 我需要将这所有的数据先都预处理好 然后再交给训练 几个任务交给这个训练器去训练 然后完成这样一个流程 那我就需要等待所有的数据 我需要等待这个所有的数据训练完的过程 并且呢我要浪费这个所有的这几天的训练的 这个计算的资源和存储的资源 那么Premise Flow呢 就来去解决了这个快速试错的这个问题 他首先把这个 他的终者就是去将预处理和这个训练并形化 那我们先起一个SPAC的任务 去训练去预处理第一天的数据 然后第一天的数据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交给这个trainer去训练 然后与此同时我再起一个SPAC任务 去训练第二天的数据 去预处理第二天的数据 然后等第二天的数据预处理完了 我再交给这个trainer去训练 然后与此同时我再起一个再去下一天 然后这样的来回并行的操作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训练过程 预处理过程 这个预处理的这个等待的问题 以及我们可能在这个训练两到三天的时候 四到五天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新的这个特征调研的这个模型 它的ALC的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那我就可以赶紧把它换一个新的思路 然后接着去训练 然后同时也减少了这种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浪费 也减少了我们算法工程师的这个特征调研的时间 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引入了SPAC这个数据读取的 这个预处理的功能 所以有更丰富的数据员的支持 像Hoodie TOS和这个HBase等等 然后包括这种航级杀户的能力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预处理阶段 去解决快速试错的一个等待和两个浪费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案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大概是这些 我们首先介绍了这个Premise Premise在这个整个训练架构当中 所承担的调度和计算的主要任务 然后同时呢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调度框架的眼镜的流程 从静态的 然后到完全的可以实现多角色动态的这种眼镜过程 然后到最终的这个调度和计算 资源调度和计算调度分离的这种架构模式 以及我们在Premise一体上面去做的一些多数据员的编排的实现 和这个Data Loading技术的实现 还有这个Auto Shuffle的实现 以及我们Premise Insight的最洞察能力 然后最后我们去解决这个预处理期间 等待问题的时候的这个Premise Flow 引入了这个Spark的共同并行的处理 训练和预处理的这个机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份也开源了这个Premise 在GitHub上开源了Premise这个项目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这个Premise交流群 然后如果是爱人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感兴趣的 然后大家交流 对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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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